你們還沒有到 我們可以學怎麼急救嗎 就不要把它割成這樣子 其實沒有什麼急救方法 因為他的急救方法 在醫院 所以我們就是讓他 就是在家裡休息 然後可能半座 如果讓他腦壓不要那麼高 等待救護車到達就可以了 那你們可以用口頭 教我們那個嗎 急救嗎 其實除了腦中風以外 我們很常跟時間賽跑的 一種情況就是 這個人他可能心肌梗塞 然後誘發嚴重的心律不整 然後再來就沒有呼吸心跳 對 那其實根據統計 像這類的患者 如果可以在四分鐘之內 有旁觀者幫他做CPR 存活力會增加成兩倍 那八分鐘之內 如果還可以幫他做電擊的話 又會再增加兩倍 所以這樣總共會是四倍 那在北市 甚至你可以用 視訊119的保安APP 這個視訊119 我們可以透過手機的視訊鏡頭 來觀察你做CPR的情況 那像曾經就有一個案例 就是在捷運站裡面 有一個路人他就報案 就是有一個男性 也差不多是六七十歲 他突然倒地沒有呼吸心跳 那我們的19執行員 就請他過去評估 他呼吸的時候 胸口是不是有 以上以下的起伏 對 那這個人他說沒有 那我們就會立刻請他 手機開成擴音 因為要同出雙手來做CPR 那因為這個報案的地點 是在捷運站 捷運站是屬於公共場所 需要射AED的地方 那我們執行員就統一 第一時間又再指導 第二個人去取得AED 所以這個患者 在我們到達前 他其實已經經過CPR 甚至電擊兩次 我們到達的時候 他已經恢復意識 恢復呼吸心跳了 那我們到達了之後 就會立刻幫他做一個 十二島式的信念圖 結果就發現 他的錢幣有大片面積的心肌梗塞 那我們就會立刻把這個信念圖 上傳到醫院的後台 讓急診醫師在這個病人 到達前就先查看 可以加速這個急救的黃金時間 現在我們都會鼓勵 119都會鼓勵 旁觀者如果第一時間發現 就去立刻幫他做CPR 除了這是法律保障 就是可以用 試用緊急病難規則 你不會有任何法則以外 更可以救人一命 松捷大哥講得很對 因為所謂的心肌梗塞 就是心臟的血管塞住 所以心臟細胞 剛剛跟腦細胞講的是一樣的 就是他缺血 所以缺血多一秒 他的心臟的細胞死的就越多 所以也是要搶時間 那其實我們醫療上面 有一個叫做 Door to balloon time Door就是門 急診室的門 那這個Balloon 就是到心臟管室接受治療 可以把血管打通的那個時間 那其實客觀上有一個評鑑的標準 說這個醫院如果要可以執行 很好的這個Door to balloon time 的話是要九十分鐘以內 所以我們跟就是 像中學大哥EMT 他們的合作就很重要 就是像我一個患者 他是在EMT那邊就已經知道 他是到院前死亡 已經開始CPR了 那救護車打給我們的時候就說 這個聽起來很像是心肌梗塞 所以我們東西都已經備好 在那邊stand by 心電圖也空著 護理人員準備要抽血 大家就等著 那他一來之後 其實被EMTC回來了 那就開始其實整個都有意識 就是說我胸口很痛 趕快幫他做心電圖 也是一樣大片缺血 那幾乎就跟你的case一模一樣 就是大片缺血導致的心慾不整 然後整個昏倒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醫院 沒有辦法做緊急的心導管 所以我們就聯絡了 開車五分鐘旁邊的一家醫院 要趕快送他過去 我們就幫他把那個IV點滴都打好 然後救護車在外面等 門都打開了 要推出去的那一瞬間 也是一樣 就是六十歲的伯伯 他本來胸口痛痛痛 推出去那一瞬間 他又昏倒了 然後我們就心電圖 因為一直放著嘛 就看又開始亂跳 那他的那個亂跳是 已經完全沒有血壓 所以他已經是沒有意識 等於也是 幾乎就是音卡 就是在醫院裡面 又死亡一次的意思 我就直接幫他電擊 電回來給心慾不整的藥之後 他其實就已經恢復意識 那那個時候我就跟他 我就在伯伯耳朵旁邊跟他說 伯伯你再撐十分鐘 你上車快到了快到了 對 然後後來 因為我是直擊人班 我就不知道那個病人 後續狀況怎麼樣 可是我很訝異的是 就是過了大概兩三個禮拜 他走著進我的門診 還提了一箱蘋果 然後寫了長長的一封信 我才知道他是一個小學校長 然後我很訝異的是因為 通常這種狀況的患者 不可能那麼快出院 還可以寫信 對啊 所以真的就是要 EMT跟醫療系統合作得非常好 才有辦法達成 你這個故事超有畫面的 對 因為感覺這個校長 一直要跟著那個光走了 然後更強的光線 他看到阿公在叫他囉 阿公他就被罵了 阿公阿公在唱 對 好有畫面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 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不是每個醫院都有二十四小時的 心導管中心 我之前就有遇到那個 想說小貓 半夜很不舒服 覺得這一檢可能發作 然後就找了很近的醫院 想說這個不是要搶時間嗎 趕快去 結果去了發現那間醫院 沒有二十四小時的心導管中心 那把表列下來好不好 有二十四小時的 所以你可以叫一一九 一一九就會知道 對 剛剛林醫師要補充對不對 因為剛剛那個美人姐 剛剛有詢問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判斷 有沒有中風 對 其實如果是小中風的話 你們只要閉上眼睛 就是如果你懷疑長輩 可能有中風 他講話比較不清楚 你請他 閉上眼睛 然後兩隻手伸直 那如果他閉上眼睛之後 一隻手會慢慢的往下 那就表示說 他很有可能有中風 然後第二件事情 請他把舌頭往前伸 然後照鏡子 對 如果你舌頭往前伸的時候 是在正中央 那是OK的 所以現在這樣 我真的 常講是 對不對 那但是如果你的舌頭 會稍微自己 一直往旁邊偏的話 就要真的小心說 你可能有中風 那我們通常中風的話 像以前我在值班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有缺邪性中風的話 我們會請患者 就是直接先收入院 就算你現在很清醒 可是我看到你的核磁共振 腦部核磁共振 我發現你有中風 然後通常我們以前的經驗就是 一般會到急診室來的中風 多半都是過去都有小中風了 然後他可能這一次 是真的中風有症狀來 那這種就一定要趕快 因為他很有可能會在這幾天 又再一次中風 那如果你在第二次中風的話 基本上你的死亡率 就高達四成 所以永泰的阿公 可能就是這樣的狀況對不對 日本的醫院怎麼解釋 他們都說如果三天前 如果帶他去看醫生的話 因為他的那個血管是快破掉 那時候就快破掉 所以如果 如果是提早有開到的話 他應該就沒事了 所以後來檢查是因為血管破掉了 不要自責啦 這個我們要有正能量 也可以幫助我們抵抗這個疫情 為什麼 因為正能量 會讓我們抵抗力增加對不對 所以凡事往好處想好不好 好 多看我們節目好不好 好 徐乃琳馬上回來 OK 接下來還有什麼緊急要討論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地震來了 要怎麼樣保命 是先開門還是要躲桌子 先開門 我還可以走到門那邊的話 對不對 對啊 我不知道 我都是躺在床上 決定他的大小 如果想到 我想逃不了 算了 就這樣 他不當局勢 他會想說如果很小 很小逃什麼 那算盡 算盡 算盡 這東西就算了 通常都想一想然後就過了 這個 這個要問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從小就有這個 地震的訓練 對不對 我的故事上是前台 前台是在日本算最強發現地震的 前台喔 對 然後我是那個 真的喔 我那時候 那個就在地震的中心 然後我曾經有被那個 海嘯重鎖過 等一下 你311的時候 正在先台線嗎 對 我就在那個前台機場附近 對 然後那時候的時候 國小六年級嘛 就是那一天的時候剛好 我快要那個畢業 所以就練習那個 畢業典禮的唱歌 在教室 然後大概到了場點 突然聽到動物的叫聲 很多小鳥啊 狗 牠們都開始叫來叫去 然後我想說 就很奇怪 怎麼會是這樣 然後不到一分鐘 突然開始有這種 震動的聲音 那個時候還沒動 大概一分鐘 聽了之後突然 咬來咬去 東倒西歪 牠只有這樣子震動而已 一開始先這樣子 一開始是這樣 後來是這樣 後來那個調查有說是 那個上下的震動越大 接下來會來 那個左右的震動也是很大 那所以以你們從小就要訓練 逃地震 躲地震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們就離開教室了嗎 我們本來是被說過的教育 就是一定要桌子 躺在椅子裡面 那一天 餐飲的那一天 是有震動是 然後桌子啊 椅子啊 那一切全部都掉下去 沒有辦法躲桌子裡下 都翻掉 原本是站不起來的那種 然後 怕到我的老師 他一個人跑出去了 對啊 很重 然後我氣你們而去這樣子 對啊 因為那時候很胖 我小時候是超級胖胖的 所以我一直都保護那些 其他學生 很多女生都保護我 答案是躲在永泰旁邊 不是躲桌子 是躲在你旁邊 不是 那你們有離開教室嗎 到操場 後來第一天停了之後 我們要離開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發現那個門 已經沒辦法打開了 所以我就用腳 提那個玻璃 然後把它破開 我那時候這邊整個都是受傷 那後來我們就 因為老師不在嘛 我帶他們去下面 校園那邊 我看到整個地上都是裂開 然後那個時候 突然聞得到海水的味道 然後不到多久 我聽到有一個 你們離海邊多遠 大概是五公里而已 對 然後突然聽到 有一個女生的廣播的聲音說 海嘯要來 海嘯 對 海嘯要來 海嘯要來 難怪必難 那時候我才多少六年級 我聽不太懂海嘯這什麼意思 但我就跑去附近的一個寺廟 因為那邊就是比較有高度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反而就看到 很大一片的一個黑色的海狼 一直都 往我們這邊衝進來 你們同學都跑了嗎 都跑... 但是後來 我就發現 如果是那個寺廟 應該是會來那個 會被衝走 所以我就決定 右腳一個更高的地方 就是附近有一個高速公路 然後我要跑過去 高速公路的時候 海嘯都已經衝進來 已經在我的膝蓋這邊 那時候還有抓那個 樹啊 木頭啊之類的 然後我就用盡全力 我就跑到高速公路的最上面 然後我到最上面的時候看到 我的整個很漂亮的故鄉 變成很像地獄一樣 就是整個都市面的弄得亂七八糟 你看那個照片 像這樣 天啊 我...你知道嗎 那時候還以為我在做夢而已 這你們學校喔 對 小學校 還好有同學往上跑了對不對 那是已經衝進來之後的照片 你看海嘯是那個高度是 最高75公尺 所以等於是那邊三樓差不多 海嘯到三樓喔 十五公尺 應該有五樓了耶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我那時候突然想到媽媽在哪裡 因為媽媽不是那時候不是在 就外面在外面工作嘛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電話也不能用 雪也停了大概兩個月 電也是停了三個月 然後我就很擔心媽媽是不是 被重走了 那好險後來媽媽花了兩天 從天台比較熱鬧的地方 那個走路回來 後來我們就 因為我的家也是一般被重走 所以我就住在那個 我們都移到學校 然後把那個體育館 那邊當作避難所 對 那個時候就是超級痛苦 因為那個時候是東北嘛 三月是零下一度 二度的情況 很冷 更可怕的是那時候 那個救護員一天送給我們 一瓶水跟一個飯糰而已 然後為了我們拿這個東西 每天排隊八個小時 然後我們都是 連棉被那些都沒有 每天用我的外套 睡在那個體育館 然後那時候聽到很多 同學的媽媽或是都死掉 然後大家都一直哭來哭去 大概過了兩個月之後 有一群台灣人 過來我們的學校的那個避難所 然後他們都是做咖哩飯給我們吃 還有他們送我那個棉被 對 我一開始以為台灣是泰國 真的不知道這個國家 但是我後來因為有通過這件事情 讓我了解到台灣 然後後來因為有這個的關係 跟媽媽就說以後想要來這邊旅遊看看 後來來了這邊之後 我就喜歡上台灣 你們的歷史教育這麼中斷喔 你們曾經在台灣六十年 這件事情你們都不知道 他國小 我跟你說 我在日本的時候 受過的教育就是 日本人對台灣人很壞 就是來這邊當作居民地 然後我以為台灣人 對日本人的印象也很不好 但結果沒想到 那個上一大地間發現的時候 純款了台灣的總額是兩百八十億 那是比美國更多 全世界第一名 是 是 是 希望大家平安啦 對不對 但是證實是八以下 可以躲在桌子底下就對了 可以啦 如果發現第一件 第一 我覺得是一定要跑去外面 一定要跑去外面 對 因為裡面那時候 是很多東西掉下來嘛 然後會受傷啊 椅子也不能用啊 那時候 我是知道 絕對不能夠坐電梯 因為九二一的時候 我往下 我住十一樓 往下走的時候 樓上還有人講說 電梯怎麼要不要坐電梯 我說是不要 不知道他是誰 你知道嗎 可是我有聽到樓上在喊嗎 因為那個整個 全部是碎玻璃吞吞吞吞的這樣子 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在喊 不知道是哪一樓在喊 就跟他講不要 對啊 不然怎麼辦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